我们现在想听报道有意思 我晋贤 来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想地坑你是辛苦吗 那有好问 是 做地坑做八十年 李国荣为阿公和爸爸 在大厨店开始有一个大春练造 来 国荣你好 你好 晋贤 是怎样 一个地坑可以做八十年 这是什么故事 我们最早开始是我们爷爷开始 我们阿公开始做萨本了 然后我们爸爸 现在我们三个人在做萨本 我们刚开始是开一个杂货店 杂货店同时也有在生产香皂 我们这个品牌 我要说一个故事 先先听一下 我们这个大春 这个品牌其实是早期日本人 他们在台湾的时候所创立的 当时他们可能在迪化街大浩城 这边有开一个 阿春的一个产品 他们正在日本的时候 就由我们的第一代 因为阿公去 完成这个品牌来 今年我们是接手这个品牌 刚好是卖入七十年 他做萨本是做八十几年了 我看看说 做萨本现在也有很多人 有朋友也说我自己去做手工造 手工去做 所以我们做萨本 那个味道是在台湾吗 做萨本原理是很简单的 是由加减去产生的一个化学反应 一个产物出来 一般手工造 一般都是用这样的製成去做的 我们做的东西是製成上的 我们是用阶级做的 阶级做的 阶级做的 阶级做的地方是怎样的 比较稳定吗 还是怎样的 对 之前有说到一个特点 我们的产品跟手工比起来 我们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 品质也比较稳定的 另外就是我们阶级做的 那个作品是比较耐用 没有说用到一段时间 厚表就会变得软软了 因为很多人在用 手工造的说 我们用到厚表都会软软 那像阴气 阴气对 我们的是比较买的 我们是用到厚表也很硬 时间也会更短 不过有一点 因为说对一个厚 萨本 为八十年前 或者说之前 阿公开始做的时候 阿公是开那个杂货店 最早正正 最开始开杂货店 十四个店 还可以做萨本 一直做到现在 但是现在人对萨本的要求 没受伤 对吧 嗯嗯嗯 你们怎么面对 我们的萨本 我们就说 开发 更多一种功能性的肥皂 例如说 我们有 学民的 也有学 头门的 也有学 针对敏感性的 还有针对干性油性的 肥皂去设定的产品 哦 我们其实说是 比较多的 不一样的那种产品 哦 那个消费者去看一看 去去算 我们现场 我们有地方在这里嘛 嗯嗯嗯 我们现场也有 那些 刺激的设备哦 嗯嗯 那消费者他们会用 介绍的方式 嗯嗯 引导的方式 让消费者先体验一下 我们的产品 压 让他们了解 我们产品的优点 跟它的一些使用方式 有隔壁的时候 跟买的麻烦 是怎样买 设计要买得这么工夫 还可以试试 给你洗看看 现在的消费时 选择性也很多 如果要做一个 较好的产品 一定有人去过才知道 所以我现场 都是洗手的地方 让人去看看 现在跟以前真的没收乡 你听郭隆说 有洗淡膜有洗健康的 还有分什么不一样的职性 可能有比较油的 像以前 我看以前 一张输文就由头上洗到膝 都很能洗 而且像那种洗衣服 水晶肥皂有没有 隔壁洗的 那几乎是 很多家的都有一张 像那是有感到没收乡吗 那种输文就说 今年消费者 尽量拿去洗衣服 不要拿来洗衣服 因为它刺激皮肤 一般我们都建议 消费者就洗衣服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产品 就是针对什么皮肤去设计 所以洗衣服 会比较清洁能力适逐 而且也比较有保湿 跟润湿的效果 对 不过像说做萨文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有一陣子 就流行那种沐浴乳 很香的 很多泡泡的 通过程里面 你有读到说 比较打击 还是觉得这样不好做 因为你是第三代 对不对 你有这个规定吗 说真的 因为这个感觉 应该是我们爸在台上有感觉 因为我爸在接的时候 那时候沐浴乳跟洗衣服 比较流行 那段时间在做萨文的时候 真的说比较辛苦 因为沐浴乳跟洗衣服 说起来是比较方便 洗起来说得不错 所以我们爸在做萨文的时候 真的有面临这种问题 就是说市场竞争性就比较高 那时候刚 我们早期我一夜在做的时候 那时候在做萨文的人 没洗人 比较好贪 所以说起来 那时候贷的钱比较容易 后来我们爸在接受 因为因为木耳朵跟洗髮精尖 不拆出来 就整个市场的规模就有点变动 所以我们爸在做的时候 是比较辛苦 说真的 我们这台是因为 近几年 较多人 有注意到 想找这些东西 它环保 所以渐渐的 有较多人在用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工程师 还是木耳朵使用的人 较多 所以说工程师 有面临这个 较辛苦的阶段 应该是我们爸那时候 在搞赌到 我们现在是慢慢在看 可不可以去 跟教育者在做说明 让客人去接受我们的产品是十分这个东西 你有问爸爸说 那当时我说他们都是 我妈又有很多洗髮精 那他怎么没放弃 又继续做下去 因为这是我们阿公的需要 我们把工程师 他这个一个很传统的人 他做事情都很严重的 他也没想说 这个东西 不太做 但是他就想要说 要好好做下去 要把阿公这个老人的东西做得好 所以那时候虽然说 因为我们导致的姻子嘛 所以我们把一个人在担心的时候 工程师也很辛苦 他就想说我们导致的家庭 还有阿公留下来的家业 他就想说这是我的责任 他就想继续经营下去 当然我们爸在平民的时候 也有多一点点的挫折和困难 但是我们爸都有撑下来的 所以我们多多三台才有机会 才可以接到这个家族事业 所以也要感谢爸爸当青黄不接的时候 撑下来 我们爸是人家说真的是很严谨的人 很严谨的人 爸爸 你好心国同说 爸爸是很严谨的人 听到的 会知道的会很开心 那我继续听说 因为台湾国众有说 一般现在我都有一个 用这个 纱纹像B 沐浴乳 这个比较水样的 比较水的东西 比较缓补 是怎么说 一般洗髮精跟沐浴乳 现在是 他要用的时候 一年后一个 最高的品牌 去挣 塑胶这种东西 相对就 对环保来讲 负担比较大 另外就是 因为我们的东西 用完 我们洗完的水 流到河川当中 会比较友善一点 因为我们的水 可以比较让自然去自然分解 沐浴乳 如洗髮精是 工程质是 更辛苦的 所以相对 我们的产品 不是只有我们产品 然后以灶类来讲的话 说真的是对环境上 是负担比较小的 我感觉很趣 就是说 因为我有看你们一个 你们去家族理性 去日本去投 然后看到 日本人的 房间 里面还有一台一台 小箱灶 你们就感觉 哦 这个 做事文可以 一直做下去 所以你们 要不要打进去 那些 像说 饭店 这些系统里面 对 本来是我们爸爸 那时候 他努力出来的成绩单 说真的 因为我爸那时候 只有一个人在做 所以那时候 他只能做 把代工市场 顾好 所以说 我们的品牌 是在我们爸一台 有长期 差不多 专掉 差不多三十几年 那我们爸那时候 就是在 专攻 饭店 旅馆 还有一些 李盛品的 产业 所以那时候 我们饭店的 那个占比 就是在 提高 是在我父亲那一代 对 爸爸是 不理不理不理 对 一个人 说真的 一个人 还要做 送货 还要去 做业务 还要顾工程 说真的 一个人 是比较不容易 所以 要做品牌 真的是 没人在做 所以 品牌 就不得已 情况下 我们回去 回去 30几年 这样 对啊 我有一个 生外的问题 要请教 没关系 就说 我们去饭店 有什么相照 我们也不一定 都用 料 所以我说 有没有 一个小小的 都用一刷 那背后 会怎么 那怎么能 还能回收 据我了解 现在 有一些 世界性的 组织 有在做 这些事情 在台湾 现在好像没有 就会去 收集那些 饭店 的 备品 去做 带子 做一些 清洁衣服 主要是 清洁衣服 加细灶 这我有听 一些前辈 刚刚有 有一些人在讲 台湾现在 是比较 所以 现在台湾的饭店 主要 香皂 都是拿来 洗手 比较多 没在洗心肚 洗心肚 还是以 沐浴乳 跟洗髮精为主 可是 现在饭店 也是倾向 不要提供 太多的香皂 因为他们 说真的 这种 清洁衣服的产品 有人用过的 下一个 就应该不会用 所以其实说真的 这也是一种浪费 对 所以饭店的香皂 现在大部分 是不拿来洗心肚 是不拿来洗手 洗手洗手 洗洗地 因为它 回收不简单 不是说 每个人都会用 所以 没人应该 就会收起来 但是有人 就会担掉 这样 今天现场的好问 是大春链造 其实 这个工作人员 因为这个是 李国荣 是三代目 第三代 负责品牌行销 Marketing 对 我是品牌行销 对 我说 开始 现在做八十年 不是跟他说过 但是我们对 那节目对 我们说 当台湾 一直晶晶夜夜 一台又一台 接下来的行销 是觉得 真有意思 那你会 可以给我们提醒 因为你是 那个 设问的达人 像现在我们要自己买 你也说 有的地坑用一时 它的油气 你知道 油气的很尴尬 它都会什么油 地坑 后面里面 弹着又没菜 用又这样 太高太高 这怎么看得出来 成分看得出来吗 成分看得出来 那个又可能 看专业 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的产品 里面都有那些全成分 跟主成分的那些说明 我们是都遵照政府的规定 所有的成分 都要注解得很清楚 但是说真的 一般的消费者 他们是看不见 因为 那是很多化学士 还有很多专有名词 所以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了解的 我们都会建议 是说真的 撒问这些东西 是经历自己 使用就可以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 去现场 撒问 这样 这些人说 刚才不错 加倍就好 因为现在 持有很多产品 都在做作品 大家都有自己的配方 对 我也没有说 我的作品是 主要人当然适合的 有人说 我的作品 切开的也是 比较习惯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 说我的作品 很好用 所以我感觉 不是 自己去 去撒问 放入去看看 然后洗过以后 觉得不错 然后再购买 买塞 这样 很用心 有人用心做 有人做 买的时候 要认真研究一下 我们的作品 都是经过 一条龙的作品 还有严格的控管 跟品质 我觉得 我有信心 我们的产品 品质上没有问题 实际上也绝对是 可以符合 消费者的需求 因为我有看 你们大春链造 有那个阿爸 买都做到 台湾味 我自己也买 过三个外国朋友 就是说 因为你有文化创意的概念 在里面 对 但是去把文创 跟撒问 要结合在一起 跟这个撒问 像是把他 勒密划 把他当礼物 送掉这样子 也要精之化 你当时走这个 自己觉得 你是怎么 要走到这个路上 因为说 爸爸是走通路 对吧 对 对啊 你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现在 大牛娘 以前人都对 大牛娘 这个印象是 年货大街 想到都是 要买年货 买冬药 买保 买一些南北货 但现在 很多人 大牛娘 都是 很多是 游客 国际客 我们刚 重新出发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们要怎么去定义 我们的产品 我们就在想 现在 很多游客 来家游玩 跟旅行 那 想必 应该就有一种 买伴手礼的需求 那我们就 想说 那我们就把我们产品的包装 这样做得比较精致一点 然后以礼物的礼 当作我们产品的一个中心 去开发我们产品 我们希望 我们的产品 各人看到 有一个买伴手礼的想法 那在送礼的同时 也顺便 也顺便 透过我们产品 去表达 他心里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 想说 我们就把产品 融入我们 大道层的一些特色 然后也会在原料上 加一些大道层 激化街在地的原料 去制作 对 那就是 一个符合在地的 一个特色产品 让客人去选择 我们当初是这样设定的 好够有好够 不错啦 哈哈哈哈 很多人是真的看我们的产品 然后想说 不然就买一个当作伴手礼 就买一个 四块买了 现在也是有蛮多的回头课啦 因为慢慢 我们经营今年也快卖入第三年了 渐渐的有些消费者 了解我们 也是用过我们的产品后 刚才不错 也有回来 又买了 这样 但是拿来买 送伴手礼的人 是比较多的 说真的 我感觉很差 像说现在也有的 撒尾 买到超贵的 像说法国的 他就说 他整粒都用什么油 橄榄油 什么做的 然后一颗 哦 又很大粒 我刚才看来 我的手就说 买得了 卖得很贵 真的做撒尾 也可以贵到这样 这主要还是要看 他的那个 制造的方式 因为那种 车粉 说真的 他的时间 放得长 他的时间 放得长 他的时间 成本 较高 对啊 他动辄 就是五个月半年 在做 所以 他的车粉 一粒 很贵 我想说 应该是正常的 对啊 因为 那个时间 成本不一样 但是 所有的手工照 都这样做 嗯哼 他的制造 我相信 是较复杂一点 嗯哼 所以 有一些人 怕说 撒尾也有 他的文化 对 因为 会说 他们的 故事 说他们 就是什么 橄榄树 很多 一家撒尾 要做多久了 大春 也有 自己 对我们 台湾人 为日本时代 开始 那个拼摆 怎么传承的来 嗯 您现在的目标 再来想要做什么 现在的目标 我们现在的目标 想说 看有机会 给它 走向国际 嗯 我们现在 就会参加一些 展览 想要说 跟国外的 那些 买家 去做接触 希望说 把我们 曾经在台湾 有一个 这么传统的 香皂 嗯 然后推广到 国际上 嗯哼 那我们也是希望 通过我们的 品牌的 努力啊 去推广一些 大道层在地的一些 特色 跟故事 嗯哼 我们今天 感谢你国荣 国荣 大春练造 真是有奉门 其实 这样有心 有阿公 下来 爸爸 阿甲 现在是孙儿 感谢你的 感谢 谢谢你 谢谢 也欢迎来我们店看看 好 一定 好 等一下回来 可以喜欢你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